你干吗伸他手 你有什么关系 果然是你狠狠 我懂了 就是 把你当成情敌了 先生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呢 我想要一个 不好意思啊 来 干吗呀 你兄弟我的人生大事 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 伴郎团可就你一个人 我知道 你别说啊 我这一人成功还挺紧张的 我和莎莎以后幸不幸福 可就全指望你了 别说得我跟你再生是你似的 行 就忙着的话呢 来 喝一个 喝一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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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什么呢 这么高兴啊 我们观看量突破六十万了 好啊 好啊 河顿 我今天有个事没搞明白啊 节目最后 你为什么没让小文 找你做心理咨询啊 咱们节目这么火爆 这个专题做下去 那收听肯定有保障啊 我也挺好奇啊 你怎么没推荐自己呢 是这样的主任 因为小文呢 对钱开义产生了很强烈的情感依恋 所以呢 小文会对她的搭档 也就是我 产生非常强烈的情感反应 你是不是外面 怪我横幅的那个人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你说 你干吗伸他手 你有什么关系 果然是你狠狠 我懂了 就是 把你当成情敌了 如果我要对他做咨询的话 我需要很长时间 跟他建立信任关系 这部剧给咨询带来很大难度 而且把咨询办上节目 也是有备伦理的 来来来来 我们先感谢费主任 这么长时间以来 对咱们节目一路的支持 好不好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谢谢费主任 谢谢 主任 咱们之后节目的那个预算呢 方方面面的 是吗 安排安排 来来 来来 赫顿 我跟你删个事吧 你看咱俩说话 总是针锋枪对的 这样在节目当中很容易没有默契 所以你看这个周末 你要不要陪我去拆那个活动 也算是培养一些 不必了 我对你足够了解 别呀 别把话说死 再想想 赫顿 昨天来闹市那个人 是咱们节目故意安排的吗 是 不是 不是 咱每一期做节目策划啊 都要把这些意外因素给想到 咱们贺老师 以前是专业做危机干预工作的 这是咱们节目不可多得的优势 那还有什么需要台里帮助的 有 不是 那到底有没有啊 有 没有 我 我 那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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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我们 我们 朋友 这个 定 我 给 我 漂亮